我们曾经报道13年前就读台大土木系一年级的张震生 在打球的时候昏倒变成植物人 家属当年就质疑台大延误送医 多年以来一直要求台大必须要负起全部的责任 而这一起事件的最新消息是 台大已经同意每年提供40万元的照顾经费 但是张家认为还不够 替儿子刷牙时因为疼痛而产生症挛 头发花白的张妈妈不舍抱着儿子安抚 一旁的张爸爸用额头倾碰儿子 哽咽地说着要把他送去安养中心的无奈 所以必须把你送去屋里自家 13年前就读台大土木系一年级的张震生 在校内打球昏倒成为植物人 张家人认为是台大延误送医造成 13年来张家透过了各种管道 始终不放弃向台大争取权益 终于在今年1月底的协商后 盼到了台大的承诺 每年从吉南救助金拨出台币40万 协助长期照护 但张爸爸无法接受 希望台大能够全包安养中心54万的费用 台大先收40万 完全没有跟我们讲就40万 种去屋里自家走发的费用 由台大负责来支付 就前额来支付 我们也明白地告诉张先生 有不够的部分台湾大学会出面募款 但张先生如果认为就是说台大一定是要 这个负责到底的话 那台大其实并不需要 做这样的一个动作 我们目前这样的一个做法 是关心我们的学生 张宝宝表示 台湾妻子已经年迈 这些年伴着成了植物人的儿子 已经身心俱疲 而今年初进台大校园协商时 险遭五楼高坠落的尖锐物刺伤 也让他质疑校园安全 对于照护金额的落差 未来还会持续向台大来争取 记者和焦鹏外群台中报道 感谢观看